这是女神无法 批判者 跟很批判者 画五点睛 你没有讲 我觉得她有点天生的一个人气质 她越走越大人啊 女无汉无风格的女人啊 是下周人的女无情人 尖专客 一无声声 不要那么尖专妙客 大家好 欢迎再来收看 我们这次在地关店的渔夫评论 我现在在忏悔 上一次呢 拿着这样子的邓小平照片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老师呢 手脚靠掉了 这次跟他好戏啊 我跟你说 人家乖乖了 不过这个老师 你现在在做什么 和日君再来 邓丽君的啊 再来 再来你就有了 再来 OK 我们想到了邓小平呢 这位老人家不幸的过世了 不过呢 我们台湾很多人呢 大家一直在研究 到底对我们台湾有没有影响 我们看了一整天的这个新闻报导分析呢 发现好像没什么影响 这个让我想起呢 大概邓小平呢 要过世之前呢 可能会有一个遗言说 哥老师弟 我死了 那但是呢 你们的舞躁跑马躁跳 到底有没有影响 我们今天呢 实际上我们请到了三位呢 是这个对两个关系都非常有权威的人 一位呢 是吴尔开西 一位呢 是我们的邱敬毅部长 另外一位呢 是我们的石齐平教授 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请他来跟我们一起谈谈 到底邓小平死亡以后呢 对我们台湾或是两岸的整个的关系呢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不过呢 在请他们来之前呢 我们的特派员阿炮呢 好像呢 得到了一些邓厚的不为人知的消息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阿炮呢 它有什么样的消息 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超级 这不是超级评论 是渔夫评论 超级特派员阿炮 今天这个因为心情不太好 所以不太能开玩笑 请大家体谅一下 好 今天我们是渔夫评论的第100集的播出 照理说这集应该有特别精彩的一个节目 其实我们这个渔夫评论在当初开播之初 就已经设计好这个100集的播出 要请到一个超级超级大牌 连台湾都找不到一个大牌的更小评来上我们节目 唉 只可惜啊 这个不知道是这个老天没长眼睛 还是这样不幸的 我们就在这个第100集的播出的时候 他就挂掉了 那就是过世了 所以这个我们只好为因应 这个方面的变化 所以我们100集只好改成 这个邓小平的纪念专辑 这个不过我们还是要照常的把这个我们关于这个邓小平的 一些事迹 跟大家各位报告一下 啊 这个 第一点 他这个邓小平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号称是中国最后两个皇帝之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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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皇帝 两个皇帝 一个是毛泽东嘛 一个是邓小平 诶 又不是应该姓蒋 不是 不 没事 没事 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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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两个皇帝之一啊 他是于19日晚间9点8分因为帕金森是病 过失的啊 病发了肺部感染 享年是93岁 啊 这件事情啊 造成了巨事的震惊啊 世界各国的收令啊 纷纷发表这个谈话啊 表示慰问之意 那么我们国家呢 因为这个早已经预测到这件事情将来总有一天可能会发生 所以任何的这个对策 任何的这个阴影的措施都已经准备好了 一切的措施完全正常 啊 唯一发表的言论就是我们国家不 降伴起自哀 啊 不降伴起自哀 啊 这个第二点 因为呢 阴影这一件这个造成 可能会造成中国以及世界局势的一些变化 所以啊 这个我们三立卫星电视台 这个余夫评论节目啊 受命于我们最高领导人 这个总统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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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总经理先生的指示啊 立刻成立了这个紧急应变小组 由这个总召集人 余夫先生 召集这个前 这个海鲜两次委员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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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峡两奥 这个我们基金会的这个秘书长邱静怡先生 以及副秘书长石齐平先生 还有六四名运人士 这个努尔开刺 不是 不是 什么努尔哈赤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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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努尔开刺啊 努尔开刺 努尔哈赤早就挂了 到这个我们三立卫夫评论节目啊 举行这个世纪性的 全国现场直播的秘密会议 是 是 是 这个既然是秘密啊 就不应该播出 那我们播出就不秘密了 反正是重要会议就是了 好 然后这个邓小平啊 本人啊 这个简离跟大家报告一期 他本名是邓先生1904年生 四川广安县人 而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在中国权力舞台上啊 曾经被计三大过免职 没有免职这个留校查看啊 也就是被校犯啊 被所有的权力全部拔光 不过到最后他都能够回到权力的重心位置 实在是蛮厉害的一个人 啊 他曾在这个 经济的贡献上啊 有相当多的例子 不过啊 四个坚持啊 也是他提出来的 社会主义啊 无产阶级 共党领导 这个毛泽东思想 都是他坚持的 我们当初也为了因应这个局势而提出三部政策 就是这个不吃饭 不洗澡 不睡觉 乱乱讲 我已经忘了哪三部了 这个不过在过去呢 这个他曾经有七次被传说已经死亡的消息 尤其是中共啊 时常流行一句话 就是只爱小邓不爱老邓 偏偏这个老邓就是要死不死的一直拖拖拖拖拖拖到现在 而反而小邓很早就死了 还传说中 是因为特异功能的人士啊 把小邓的寿命摔过来 把放到老邓身上 所以他才能够拖到现在 不过在众多的传说当中啊 很多的传说都说 他可能三天前就死了 也有人说他四年前就死了 也有人说他根本就不存在 不过我们这个实际查访的结果 认为啊 这个他根本不存在的这个传说最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叫邓先生嘛 邓小平根本就不是他名字 邓小平是他以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的画名 所以啊 我们这最后一个传说是最正确的 那这个邓小平这个时候呢 对我们台湾有什么影响呢 大多数人啊 这个都有发表感想说 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影响 譬如说这个李士端先生啊 这个在新闻中就说 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他继续请辞 那这个宋楚瑜先生呢 宋神长他也说没有影响 所以他继续的请辞待命 至于国民党的秘书长蔡壁王 以及台北市长陈水扁先生 他们也说没有影响 所以他们继续的吵架 继续的对骂 至于说股票呢 股票族也说没有影响 股票持续的升高 甚至于不止台湾升高 香港也升高 北京也升高 所以说邓小平这次真的是试得好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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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好了 讲好了 好 这个真是有关今天秘密会议的 我们的事前的这个要向的提要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现场 赶快交到我们今天秘密会场 于夫评论 OK 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刚好请到三位来宾 都是对我们这个两岸关系 非常的这个理解的 我说非常高兴 不是对这个邓小平的死讯 非常高兴 可是其实非常请到三位 来跟我们一起分析 我现在介绍首先 我们第一位是我们的 考试验全训部的部长 邱金毅邱先生 第二位呢 是我们东吴经济系的教授 我们的石居民石教授 石教授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呢 是我们流亡海外大陆异议人士 我们的吴尔开西 他今天说他最高兴 好来 如果您呢对这个邓小平的这个 邓后呢有任何的问题呢 您可以fax 传真进来 是7530912 7530912 记得我保险加控你 那么我们先让三位呢 先休息一会儿以后呢 我们马上来 OK 欢迎再对回到 那那这样刚才的观众朋友 余夫评论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 请到三位来宾来 跟我们讨论呢 邓小平之后的整个 两岸的关系 我们首先呢 请教我们的吴尔开西 人家这个邓小平 至少是中国的领导人 那么他一过世呢 你一大早起床的时候 你就说你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当然了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一想 邓小平一死 那我今天可以接很多通告 很好打打知名就 接很多通告 然后可以上很多节目 确实也 其实从严肃地讲的话呢 是89年的 邓小平是我89年的很多伙伴 他们在天安门死亡的 直接的责任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他对 我们之间的 可以说是有仇的 可以这样讲的 而且我被迫流亡海外 这个八年时间 这个也都是 可以说是邓小平是 直接责任者 虽然说流亡海外 也能够让我很有机会的 甚至娶了台湾太太 要不流亡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呢 这个不管怎么样 离乡背景 总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所以都 迫害的我离乡背景的 这个邓小平死掉了 总是要高兴一下 是 不过这个邓小平过世以后呢 跟你这个重返大陆 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基本上来讲邓小平的过世 会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呢 多多少少有点影响 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一个 有影响的一个话题 是 这个这种影响呢 可能会 我不是说 不敢说它一定就会对我 回到大陆就有正面影响 但有这种可能性 是 但是你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特别的讲到就是 在15大以前 会发生这个内部的这种 人事的这个斗争是吧 是 这一点是那么确定吗 我现在请教我们的这个邱部长 邱部长您的感觉呢 是不是在15大以前 这个江泽民的领导地位会 中共整个内部 会发生这些问题呢 有影响吗 我想是这样 一般的看法呢 觉得经过这6年左右的时间呢 他这个集体领导 这个整个的形状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我想有一个例子啊 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是 就是说邓小平昨天是9点08分 晚上死掉了 嗯 中共的新方设计2点40分呢 就很快就把消息 非常快的吧 所以换句话说 中间经过的时间呢 相当的短 嗯 假如说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 一个局面的话 嗯 那么他可能会把这个死性啊 就保持得很久 是 不过你再回过头来看 当年毛泽东死亡的时候 是 非常 那个时候的 这个种种延似的这种状况 连成云也 也非常的久 对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表示说他是相当的稳定 他才可以这样做 对所以看起来这个江泽民的这个领导班子 并不会发生什么影响 不过这个吴尔凯想要不太同意 不过等一下 我现在请教我们的这个 石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 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说法吧 是 这个 我很同意邱部长的一个说法 基本上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呢 江泽民大概 基本充分地掌握的这几年的时间 部署了他的这个人事的一个布局 叫做所谓江河新 已经七年多了嘛 对 不管在军事上 或者是在这个行政部门 那么有所谓的上海帮的一种行程 就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的每一年都比前一年 在权力基础上更为巩固 是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包括刚刚您也提到的 十五大可能是一个真正很关键的一个时间 那么有两个讲 假设一个呢就是邓小平死在十五大之后 那那个情况之下 因为十五大已经经过了一个权力的 重新的洗牌部署之后呢 对江泽民来讲应该是更稳定的 但是如果今天发生在这样一个情况 在十五大之前还有半年多的时间 那这里面就充满了比较多的 一个不确定的变数 所以您基本上是跟这个乌尔开西讲的这种 会有一些这种斗争 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了 是 乌尔开西所谓的这个斗争是 跟这个石教授所讲的不确定的因素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 你自己的 我想差别不到 我想就是就是因为 斗争就是因为不确定 或者这样说好了 对就是因为江泽民对自己的权力啊 不够没有足够的信心 那么专制制度啊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专制的议员中心啊 必须是不被挑战的 如果当它处于一种有潜在的挑战危机 那么这个中心就已经会惶恐的不得了 是 那么它纯粹处于挑战者和被挑战者 都处于一种保护自己的目的 就会去攻击别人 这个是一个这个专制政权的一个特征 是所以你认为是基本上中国现在目前 还是属于一个专制政权的一个社会 所以需要一个强人 那么江泽民本身还不算是这样子的一个强人 如果要想保持像邓小平时代的这种所谓稳定 那非有一个强人不可 但是江泽民 所以因为他不是说还是会有一场道尊就是 一定会有 是 那这个一点我们这个邱部长你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你看看就是说他挑战他权威来自什么地方 什么方向 当然通常讲最可能挑战他的是赵紫阳 对不对 那赵紫阳现在他们讲五六年下去以后 已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是 那乔使呢 其实可能就是乔使 乔使当然他是这个法政背景出身 他可能手上有所谓特务 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大陆来讲 一个是特务一个是军队 两个是统治的工具 所以假如说光是掌握了特务不能掌握军队 并不能够表示说他能够这个得到这个整个的权力 是 那现在就讲这个军队来讲 现在最大概比较令江泽民操心的 恐怕是军中这一部分 是 因为当年在这个老邓呢 把这个杨白兵 这个可以说是几乎是整缩了 两百多个将军之后啊 杨家将到现在为止 坦白讲并不是这样子心于臣服的 所以这一顾的势力很可能将来也许会起来 是 那么江泽民这么多年下来 对军方可以说下进苦心 所以在他手里升了很多的上将大将啊 很多的这个将军 主要就是说希望能够控制啊这个军队 但是他又不像邓小平啊 过去跟军中有这么深的渊源 所以对军中的控制力量来讲 可能会比较薄弱 这是唯一可能是 唯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我想不确定的因素可能是这一方面 是不知道石教授您刚刚讲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跟这个我们的邱部长呢 都讲了你还没有其他的补充的 是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啊 同意就是就权力的结构来讲 这个军方跟这个在某些这个高层权力之间 在过去跟江泽民有一些不同意见 或者在利益上面有冲突矛盾的 这是一种不确定的一个 不确定的一个来源之一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 一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是不是安定的 也可以从这个国家的一个社会 跟经济发展的一个态势上来观察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也可以看到 也有一些因素正在形成之中 不管是社会贫富的差距 或者中央跟地方之间的 或者是中央跟边疆地区 都存在的一些可能被这个诱发的 一些资源或者这种环境 那么这个也可能会在刚才的高层权力 这个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相互之间产生互动的关系 但是这些经济面社会面会影响到 他目前的江泽民整个的 因为他整个的开放路线 是往前走的 所以这一些因素会影响到 他目前整个接掌这个邓小平的权力吗 我想你讲的也没错 在这个整个邓小平过去之后 就整个情势来讲的 的确有一些比较不变的因素 这个不变的因素里头 有一个就是您刚所讲的 经济改革路线上基本上是不变的 那么因为在这个过去18年的 改革开放过程中 整个12亿的老百姓 绝大多数基本上都变得比以前更好 那么差别就是变得 有的好得更多 有的好得少一点 那么第二个可能不太变的一个因素 就是它的对外的关系 在最近这几年 它需要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所以它必须要跟美国 跟俄罗斯 跟日本或者跟欧盟之间 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观 我想这两个比较稳定不变 但是相对来讲就是 头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高层权力结构 这里面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那么通过这个不稳定的因素 如果在15大之后 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的话 连带的会引申出来 对台湾或者是对这个香港 在这方面来 包括它自己本身的社会 政治的改革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 不稳定的一个趋势 不过这一点我要请教这个 为了开心就是 我们有知道这个 刚刚这个石教授 这样讲的这些因素 但是我们 刚刚您讲到这个对外关系 尤其是像美国 或者是世界的各个这个 列强 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 在这个时候 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江泽民在上来以后 那有一种说法 美国也可能会按住江泽民 所以真的会有产生 刚刚石教授讲的 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你还是觉得像什么 我美国到现在 美国长期对中国 是属于一种政策不清状态 政策不清 这也是克林顿 包括克林顿政权 他们自己也承认的 是 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政策 确实长期以来呢 有两个不清楚 一个是我们自己头脑不清楚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不清楚的政策 确定就是要把 要使得在两岸 关系和对华政策上呢 要基本上保持一种 模糊状态 也是另外一种不清楚 这两种不清楚呢 并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政府直接按住 江泽民的可能性 其实不能说没有 但是我觉得不大 不大是吧 不大这种可能性 这一点我的感觉 跟他感觉相反 是 因为从克林顿帮助 叶尔辛的这一段历史 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假如说 要求到整个 目前世界的安定和平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他能够按住也好 民族也好 使得江泽民能够稳固的话 是 那么对于他 比方说 马上他的国务卿 要去到大陆去访问了 那么今天很可能 他的副总统去访问了 明年他要去访问了 如果 假如今天江泽民不在了 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当政的时候 他可能需要 又有一段时间呢 来建立起双方之间 这种认识 这种默契 这种状况之下 对两 双方面的关系来讲 不是很平稳的一种发展 是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将来核立的政权 很可能会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来帮助这个江泽民的问题 是 也就是说 至少会让江泽民这一条 经济开放的路继续走下去 对 因为这个对大家都有利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石教授这样 看来他整个被挑战的这种 机会就不是那么大了 不是这样 我刚刚讲过 这里面就是存在的各种 各种有利于他稳定 或者不利于他稳定的因素 所以我刚刚讲的 这个对外的关系来讲 基本上是不太变的 无论是他对外 或者外在对他 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 那么经济改革也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他的权力结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十五大之前 或者在十五大之中 可能会进行的来自于 不同派别 不同派系 对他的一种挑战 基本上还是存在 不确定的一些因素 这里面还包括了一种 意识形态 不同的理念 那么也许可以多讲一分钟 那么江泽民在过去 这个七八年的改革的路线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经济改革上 他并不是这么坚定的支持者 对邓小平的 在1992年的时候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在南巡之前 实际上江泽民 在改革方向上是 有点犹豫的 所以邓小平才讲了一句话 不改革就下台 那么于是就改变了 他的一个作风 从长期看起来 江泽民在意识形态上面 跟今天所谓邓小平 这种改革的方向 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那这是另外一个 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出入 是 不过还是存在着 从长期来看 还是存在着若干引诱 不过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讲到我们台湾的 这个 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说 很多人主张就是说 台湾可以趁这个机会 尤其是跟中共 来更进一步的接触 像今天有人提出来 就是 李总统可以趁这个机会 赶快在大陆上 去跟中共的领导人 不齐而喻 像这样子的情况 我有个开心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去有被被增加 我觉得我想这种想法 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 那么因为我从中国出来 我非常了解 我觉得台湾的朋友 太长时间生活在自由民主的 一个环境之下 不太容易理解北京政权的 一种心态 北京政权它只懂一种语言 就是实力语言 就是你有实力我才买你的账 你这个而且是一种非常蛮横 非常这种自以为是的这种态度 他已经认定台湾对它是一种挑战 台湾是一个坏小孩 那么要分家分出去的坏小孩 对它是个挑战 你再怎么卖乖都没有用的 卖乖并不会导致在这种 或者说表现善意 并不会导致两岸在这个棋局之中 台湾多一分 最多是什么 在跟人家握手的时候 人家的笑容更灿烂一些 最多就这样而已 但是要真正共产党买账的 是台湾手中更多的筹码 我觉得台湾手中现在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继续推展务实外交 当然务实外交是不是就是元首外交 这个是可以值得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一个是推动务实外交 第二个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通过台商在大陆争取发言权 台商在大陆是应该有发言权 事实上也有 要不然高清院去大陆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台商两岸的这种经贸发展 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之下 如果台商在大陆能够争取得到发言权 那么在台湾和大陆的两岸的棋局之中 台湾就有更大的发言权 也就是筹码 而我觉得派李登辉去 他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去逼宫 我以为你是说趁这个时候赶快返攻大陆 不过你刚刚讲的这个务实外交 反而让我觉得是就出现问题 比如说我们知道邓小平过了以后 那么江泽民刚刚要展学是在十五大以前的话 那么在这个时候推展这个务实外交 不是更刺激他这个内部的保守派吗 这一点我们这个邱部长您跟 但是我想我这个关键的事情 我想我分两部分来讲 一我倒是有一个很这个比较 要跟别人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时候海基会应该赶快 这个举行这个董事会 来推举或者是来决定 请我们海基会的荣誉董事长 胡政府 不是胡政府先生 孙云轩先生 我们这个荣誉董事长 这个孙云轩先生 他是我们海基会荣誉董事长 那么完全是一个 这等于海基会的一个代表 海基会的一个代表 可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假如说他愿意 如果政府也可以啃的话 请他老人家出去一趟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邓的家属 对大陆政权 甚至对大陆的老百姓来讲 是一个很善意的姿态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建议 不过当然不是去大陆讲说 要注意高血压 不过当然为什么要 请这个孙云轩去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以后 我们再请邱部长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请孙云轩 对 OK 欢迎再度回到 我们今天刚才的观点的余夫评论 我们今天非常快地 请到三位来跟我们谈 邓厚整个事情 不过我们刚刚我们的邱部长提到一个 一个建议是说 请我们这个 海基会的农业董事长 我们的这个孙云轩先生 到这个大陆上 向邓小平质疑 不过为什么是他去呢 为什么 一个当然他现在是因为是 我们海基会的民意董事长 海基会本来就是负责 我们两岸之间的联系 第一 第二就是说 如果可以透过他 是不是因此可以使得 两岸的这个会谈的门 可以重新再打开 因为我就觉得是这样子 完全是一种善意的 没有是这个 很多的所谓政治的目的 那么这样子去的时候 一方面对邓的家属来讲 对这个 对大陆政权 甚至于对整个的大陆的 老百姓来讲 会觉得是从我们台湾去的 一个很善意的一个举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相当好的一个人选 也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计划 不过这个我们的同样 请教我们的这个 石教授林同样也在过去 曾经在这个海基会做事 好像在15大以前 两岸是不太有可能的 有会有所突破的 是不是这样子 我可能这样子 也许我跟这个邱先过去 他也是我老长官 我们都在海基会 所以他的一个 思维的路数跟我 可能也有非常接近的地方 你同意吗 不但同意 而且其实我的想法 跟他差不多的 在两年以前就是1995年 就是现在1997年 两年之前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过 一些邓小平可能会 这个趋势的一些传言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 就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 两岸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也就是谈谈 停停谈谈 没有办法突破 那么于是我就想到 如果邓小平 果然在那时候死的话 该怎么办 那么从台湾当局来讲 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有什么一个牌 能够打出来 能够突破两岸之间的一个僵局 那时候我就想到 是顾政府顾先生 董事长 由顾政府 由顾政府 就是总统来请顾政府 作为他的一个代表 到大陆上去表达这个海集会 或者是台湾老百姓 对于这件事情 或者对他家属的一个慰问之意 等一下 那刚刚为什么邓部长 你不直接举这个顾政府呢 为什么是要顾政府呢 为什么到底呢 因为这个第一 他是民运之位 第二 他现在也等于在退休状态 是 那么而且 所以现在在大陆老百姓的心目中 有他一定的地位 有他一定的地位 是 那么同时呢 我就讲以年龄来讲 他今年八十多岁 那么可以说 可以跟这个 这个邓先生 这一个generation 他们这一代的人 这一代 这一代的人 所以我在想如果是 以他这样子 一个外省级的 退休的 又是荣誉董事长 这样的身份 去做这样的一个姿态 我相信 大陆的人民 心里一定会有感受 嗯 那那个时候也许啊 所这个形成的这种回响啊 是 可能会很大 那石教授您那时候想的 这个孤政府跟现在的这个角色 有没有不同呢 我觉得还是一样的 但是我也 这个 基本上我也同意这个 这个邱先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孙先也好 孤先也好 任何一位 基本上都可以扮演 在今天这样一个气氛之下 在这样一个情绪下 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 可是 刚刚提到这个外省人的这个身份 因为孤先毕竟是台籍的 我不特别 我不特别强调这个省级的一个问题 基本上孤先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也在两岸之间 这个扮演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在大陆这个 无论是曹跟野之间 大概也都相当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孙先也好 孤先也好 这个我觉得都是恰当的一些 回到您刚刚的问题 这15大之前有没有这可能 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倒反而是您刚刚前面提到的 今天报纸上好像有人提到 就说请这个总统贺德去副总统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讲 是小的太多 就几乎上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你这一去的话 显然就马上就碰到 这个一个中国那种问题 那你今天民间的海基会 董事长或者民意董事长去 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是 不过这个无有开心 是一点不以为然的样子 刚刚就是老子这样的一个知识 这个我就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这个如果今天台湾的李总统死了 大陆会派人来吗 不会 不会 何必台湾在这里自爱身份 而且邓小平 首先他在大陆什么职务 什么身份都没有 然后他在大陆把这个 所谓最高领导人 幕后领导人 是共产党的一套言说方式 是自己一套游戏规则 我们何必跟着他的游戏规则玩 第三 邓小平何德何能 当然这个东西也许 但我说这句话 可能大家觉得 你是邓小平的敌人 是 邓小平是杀人犯的 不是不是 你好像参查一些个人的因素 不不 那我们换开来讲 我想请教一下邱部长 邓小平是不是对六四杀人 应该承担责任 这是另外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个杀人犯 政府要去派人 而且很奇怪的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觉得是这样 很意思的情况 邓小平死以后 因为我接受很多西方媒体的采访 也基本了解在美国在西方 对于整个邓小平死亡 整个今天一天的大家的报道 台湾热得奇怪 就是说台湾对邓小平的这种歌功颂德 表现出来和整个世界是非常脱节的 在美国只有ABC一个广播电台 对邓小平做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被骂得一塌糊涂 那么在跑到今天 我在台湾这个今天 这个很奇怪的情况 而且您一开始就讲到了 说大家都觉得该 就是我变成了个另类 我觉得邓小平死了 我很高兴变成了另类 这个邓小平杀人犯 我们现在确实在这里 我都变成了另类 我们三个人都是说 因为两位这个都是我的 这个可以说很真正的 不过这样子了 我可以事实上 我们可以体谅到你这个天安门事件 不不 那我就问你余福大哥 杀人是不是一个杀人犯 是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你不必有我 您怎么看 没有错 我们对邓小平这一段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评断 邓小平的公语过 我们现在谈的是 两岸的未来的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可以 没关系我们是同情你的 我绝对是同情你的这个立场 不不不不不 我让那个邱部长来谈一下 我们是主要主要 与两岸关系的这个未来 是 就是因为你后凳以后 对 是 那么不管怎么样 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 我想台湾跟大陆 总要保持某一种程度的交往 是 甚至于将来可能会保持某一种程度的合作 是 但是你怎么样透过这个交往 到合作这个路呢 那目前比方说 在谈判来讲 已经是僵局了 那么怎么样去把这僵局来打开 打开的时候呢 就是你怎么样用很少的代价 是 又不是你自己的尊严 也没有放进你自己的立场 对不对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 你可以用很小的一个代价 去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 那么当然 我们开心这种感受我也可以觉得了 这是没有错的 那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问题是稍微把它大一点的来看 模糊一下 人已经死了 对不对 你这个说之间的说他的功跟过 意义其实不是很大 事实上已经盖棺论定了 也不是盖棺论定了 所以卓越于怎么样 我们两个之间 我们将来怎么样 很良心的很理性的来走 我想这个才是重要的 你台湾非常德高望重的孙允贤先生 去调宴邓小平先生 这是在 这是在褒奖邓小平 这就是您所说 不论他的功过的话 台湾等于给了他一枚勋章一样 我想这样子 来我们施教授来讲一下 基本上是两件事情 沃尔开先生刚刚提到六四那个事情 我们当然也都知道 在中国民主运动上 魏京生 跟六四也没有关系 你说在六四天安门广场附近死的那些人 某种意义上他都是英雄 为民主奋战的一个英雄 当然 这是大家可以 但是我跟邱部长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基本上你今天要从台湾的一个整体的情势 跟利益来考虑 你今天什么地方需要能够把它 能够把它改过来 那么今天两岸之间的僵局 对台湾来讲是不是一件好事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点 也许我们两岸过去的工作 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 那么今天怎么样切入这个僵局 要怎么样 用最容易的一个方式 最自然的方式 让双方面都比较自然 那现在双方面都有南下的下台阶 那双方都很自然的方式 有双方都能够有尊严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 就是我前几天也讲过 这是一个机缘 对 不过刚刚沃尔开西也提出来 他就说这个邓厚呢 台湾应该是着重在这种 比如说他是务实外交 跟这个台商的这个 整个台商在中国大陆的发言 这一点我想 石教授还是比较了解到 我不晓得您认为说 台商在这个中国大陆 像今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会有 还有这个务实外交 对台湾的整个的影响呢 这个是一个老问题了 不管邓小平有没有死过去 都谈了谈去的 就台商的问题来讲 如果我们今天一个大前提 说中国大陆在这个 这个邓小平过去以后 这个中国大陆经济改革 如果还是照着原来那个方向 这个格局在进行的话呢 那我想没有理由去 去推测说这个台商的经营环境 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动 对不对 那务实外交方面 就台湾本身 所应该追求的一个方式来讲 恐怕也是大多数老百姓 觉得应该去走的 当然在技术上 就像刚才沃尔开西想的 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 能够把成本能够降到最低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以值得讨论的 是的 不过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说在这个时刻里面呢 我们我也要请教这个沃尔开西 就是说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们在 就是邓厚啊 我们再来强调这务实外交 在15大以前 不会影响到整个的曾泽民 又搞得他们内部的这个保守派的反弹吗 不会这样 保守派对于台湾的打压 不管你 你是不是善意 他该打压还是要打压 这个打压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没有办法超过那个极限 是 那么这个这个 只是说会不会在全市均衡的时候 能够能够说帮谁一把 这个这个 这种想法呢 基本上来讲是对大陆政治的太不了解 那么大陆政治手中的这个真正的 就是说政治斗争的内部的筹码呀 是 台湾政策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嗯 那么真正的一个是呃 一个是资历 是要是一个因素 军力 你能控制多少军力 还有你控制多少干部人士 你有多少你对情报系统的控制 其实现在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是你有多大的经济实力 是 那么老师说了 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这个台湾表现是不是过于的这个 呃呃呃呃 过于的这个搞台独了 然后的在台独问题上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只要台湾要是说表现的 我现出来非常的强悍非常 我就是要搞务实外交 而且不要忘了台湾是民主社会 是 民主社会的老百姓要尊严 嗯 台湾现在不搞务实外交 就没有尊严 老百姓要尊严的这种这种愿望 不仅可以理解 而且必须接受 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本身就应该去去做的事情 这不是说怎么样对台湾更好 这一个考虑 这是首先是个前提 是 即使在一个政治 从一个做一个政治判断 考量的来讲的话 今天大陆根本不管你是否善意 我再退一万步说好了 今天就说派这个孙允玄 这个孙子正 我很尊敬的孙子正 或者是顾先生到大陆 大陆接待不接待啊 这个何必自取其辱呢 我想谈到那个务实外交的问题 我想这里面不是该不该去做的问题 而是怎么个做法的问题 对 那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常常都知道 务实外交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争议呢 就是务实外交有些做法 的确是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构成了某些什么困扰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能够去思考的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你如果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讲 那么在两岸关系发展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我也相信对务实外交的发展的空间 基本上也有正面的意义 我想去谈到这一点 嗯 不过我们呢 知道这个江泽民呢 事实上呢 有很多人的讲法是 江泽民是比较能够压抑他这个 整个这个 国内的这种保守派而支持台湾的 我想这整个的这样子的互动以后 我们台湾跟这个江泽民之间的这样子一个互动 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路 会比较好的 这个邱夫长的看法 我想这样子 根据我们这个以往 当然我现在已经 不管这个大陆事务了 已经蛮久了 根据我们以往的了解 在中共的权力核心里头 嗯 对台政策来讲 江泽民是比较温和的 对 所以江泽民跟汪大涵先生呢 算是等于是那个温和里头的一个代表 是 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是军方 是比较这个时候应该强硬 强硬一点 嗯 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就讲 在他这个权力争足的过程当中 嗯 军方的因素 刚刚讲也是非常的重要 嗯 所以怎么样要不刺激军方 对他使用压力 是 这个是我们从大陆政策的这个 着眼点来讲 我觉得我们要避免的 嗯 相反的 从现在开始 到这个7月1号的接受香港 到它的15大 是 中共一定对外面要表现一个 它是团结的一个形象 嗯 所以我想在对外关系里头来讲啊 他大概不会借这个机会啊 说跟美国又挑起冲突了 跟哪一个国家又挑起冲突 是 所以这是一段对我们来讲 物质外交是最好的一个事情 哦 就实际上来讲是最好的一个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 应该继续做 是 但是就是说怎么样做法 你要做 但是你不要 太自己他 太自己他 你不要这个好像吹了罗罗打的鼓 一定要把军方认为是 你又要做两个中国一个如何如何 是 那么使得军方采取一个非常激烈的行动 不但对我们 可能会对江振民也有所影响 是 所以这个整个对两岸关系发展来讲 我觉得不是很好 看来这个石教授非常同意这一点 是我刚刚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物质外交可以做 应该做 但是问题是在怎么个做法 是 那么要怎么个做法 我觉得有一个基本分寸 要把它分清楚 就是你怎么做 你不要去挑战所谓的这个 他最关心的两个中国 或者一中一台的问题 对 那么顺便要指出一点 就是我们想邓小平 这个走入历史以后呢 对两岸关系发展来讲 最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就是他代表了某一个时代的高中 他代表了一个什么时代呢 就是过去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到 这个邓小平 那么台湾呢是从蒋介石呢 到蒋经国 这一个时代 基本上是 他们之间都有一些革命的一种关系存在 有一个共同的民族感情的背景 所以中老毛医生他基本上 他不怀疑蒋介石跟蒋经国会搞这个 会搞这个所谓台独的 或者是这个一个中国 他基本上有相当程度信任感 但今天如果这个 这个这一代的人走到历史以后 这个情况就开始改变了 所以我们在今天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 要把这个观念记下来 这个我有开心的 我觉得共产党大陆 他却认定台湾什么时候产生威胁 这个他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你说你要搞台独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确实对他的合法统治性 产生了一种威胁 第二个是 我说你要搞台独的时候 就是说他认定你要搞台独的时候 他也会害怕 什么时候他会认定你要搞台独呢 务实外交 他就一定会认定你搞 因为务实外交就等于把台湾问题交给国际 如果台湾问题 国际化到一定程度 台湾是自由的民主的 台湾是一个 对不起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社会 达50年之久 那么而且台湾要参加联合国等等这些事情 造成了台湾变成独立 台湾的独立就变成一种可能性 我没有说台湾那时候要搞独立 台湾只要搞务实外交 换言之 共产党就认为你就是在搞 在往台独路上走 那不是跟你刚刚讲的这个相反 你不是讲这个时候赶快做务实外交吗 我的意思 我刚刚讲这句话 是来回应这两位 说不要刺激中共 怎么只要搞务实外交 一定会刺激中共 但是说刺激中共没有关系 不要觉得共产党不值得刺激 我刚才所说那番话就是说 我一种是 你说你要搞台独是台独 我说你要搞台独是搞台独 是王兆郭先生说的 对 这个 那让邱国长说一下 问题是我们进行务实外交 已经有这么多的年数嘛 对啊 所以共产党没有怎么样 不是不是 不是怎么样 问题就是说你 这个是你作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你在国际上有点国际人格 对不对 你当然要走到国际上去 这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权利 也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义务 所以这个没什么可以妥协的嘛 你刚才讲的就是妥协 对不起 不是不是 你说不要刺激中共 那不是 全国家要不要刺激另外一个国家 来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 就是完全丧失国际人格的一种 但是我告诉你 外交的是 做从事外交的时候 你可以有很巧妙的方式 你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而不一定要刺激对方 这有很多很多这个方式啊 很多的空间呢 可以来运用 不是说照你这样讲 你从事无数外交一定是这个挑战对方 挑战对方的时候 对方一定认为你搞态度 因为我就讲 我们做这个无数外交 已经四五十年在这里嘛 对不对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问题就是我们怎么一个方式 怎么样一个技巧 我们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刺激对方 很顺利的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 这个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对 ok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有一位这个我们的特伴 有阿胖了 我们先轻松一下 来看看他有什么话 来我们来看看阿胖 真的啊 我们这个汇集了这个今天开会的内容 以及这个今天整天的电视 新闻的各自传播媒体所提供的报导 汇整出我们这个台湾人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 四个坚持 第一个就是坚持中共不能打过来 第二点坚持就是坚持我们国家这个不这样办起 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我们台湾的股票 还是要继续的上扬 绝对不要受到影响 第四个坚持就是2月19号这天呢 应该列为国定的假日 因为我们这边的皇帝使呢也是放假吧 那边皇帝使照理应该是放假吧 对不对 那这个第二点呢就是有关于这个邓小平 曾经提过的一个猫论 就是不管黑猫滑猫 只要是能抓到耗子的都是好猫 不过这句话在台湾实在是不受用了 因为我们台湾猫基本上已经不抓耗子了 但是我们相对的提出一点就是 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朱先生 其实也讲过同样一句话 他这个是针对我们台湾的风土民情而讲的 他讲的是说 不管是好猫还是偷猫啦 你拿得更好啦 一家的猪来做猫都是好猫啦 这个比较适合我们台湾来用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这个 基本上这个今天是第一百集的播出 我们怡夫评论甚至非常认真 可是很不幸的 好像每次遇到这个重要的集数的时候 这个受访的来宾都是 都是会有什么事情 比如说第一集我们是请到谢长廷 结果谢长廷音乐送七例的事件 到现在很不愉快 那这个一百集我们等于要请到这个邓小平来 结果不幸的正好在第一百集的时候 他又挂掉了 但是我们余福平还是非常的坚持 认真的继续的啪扁 继续的做 所以我们预计啊 第两百集的时候 要请到这个江泽民来 看看 不能再讲下去 对不起 这个太过敏感 太过敏感 不过我们还是会继续认真下去 这个我们一定会找机会 所以赶快跟江泽民联络 在两百集的时候 不能再讲 对不起对不起 楼下已经很多调查局了 在等我了 对不起 那我不讲了不讲了 我们赶快把现场交给一副评论 拜拜 OK 我们这个阿炮如果敢过我们找江泽民来 找得到的话 升官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以后 我们马上回来 OK 欢迎再次回到 我们今天刚才的观点们 于一副评论 我们今天请到了 我们的邱部长 还有我们石几平教授 跟我们的吴尔开西 一起来讨论这个邓厚 我们的两岸的关系 刚刚我们谈到这个务实外交 其实 刚刚吴尔开西也讲了一个点 就是说 我们这样只要搞务实外交 他们就是打击 就是认为你是要搞台独 这一点我们的石教授 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刚刚谈的问题里面 我希望能够再提两点的看法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 故事外交的 就是你过去搞了几十年 基本上也都没什么问题 那么在最近这几年 好像问题就比较多 关键在哪里 一个当然是搞法 第二个 也许从主观的观点来讲 是一种相互信任的问题 特别是北京 对于台湾的一些做法 到底能不能信任 你是搞台独 或者是搞一个 两个中国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今天我们在谈的这个 就是刚才那个 沃尔开西讲的 你是不是要去刺激中共 我觉得这个 应该从另外一角来讲 你不去刺激它 并不表示你自己 不要有尊严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情 你可以不去刺激它 但是你同样有个尊严 是不是 并不是表示我一定要刺激它 才能够我有尊严 是 两回事 是 我感谢 以不刺激另外一个国家 作为本国的外交政策 这是没有尊严 因为本国的外交 外交 本国是民主国家 人民希望 国际上 要走出去 就要刺激它 要有外交 要拓展空间 要拓展空间 你就要刺激它 摆明的就是要刺激它 是不是 不刺激不行啊 你这不刺激的话 老百姓没有尊严 我不觉得 刺激它的话 你说以不刺激它的话 老百姓不可能有尊严 台湾现在的情况 外交上这种空间多么的狭窄 在逻辑上 根本没有这种关系 而且以不刺激另外一个国家 来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 这多丧失国格啊 那我们跟美国之间 我们要刺激美国 才能够有我们的尊严吗 至少不必 要不要刺激它 作为一个外交评判标准啊 不是 你说你要刺激华春春吗 你应该以台湾的利益标准 作为你外交的标准 对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以台湾的利益标准 这就是 OK 我们让邱武长来讲一下 我想 我想这个也不是这样子的 好像武断的 认为这个刺激 然后呢 就是有尊严的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这个国际政治它是很现实的 是 刚刚讲 国际政治它是比力量的 所以看你国际政治力量 到底大小到什么程度 那么你在整个国际舞台当中 你到底能够有多大的发言权 看你自己的力量 那我就举个例子 像过去几十年来 芬兰对俄国的关系 那么芬兰为了保持到 自己国家的独立 是 所以它在这么强大的俄国压力之下 它有很灵活的外交手腕 是 并没有丧失它的主权 丧失它的尊严 还是继续独立存在多少年 是 而且它的经济的发展 比邻近的俄国还要好得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不是一定说是 你这个国家要刺激 比方像芬兰这样 要刺激俄国 才表示我们这个人 国面具有尊严呢 那么假如说 你不幸 而中间发生任何的这个战争 等等起来的话呢 那对人民来讲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就想做外交的时候 一定是很务实的来看 了解你自己本身有多少的力量 在攻击政治上 你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 所以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分寸 倒是不是说跟中研不中研 有绝对的这个联系 所以我们最后只剩下这个 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请这个石教授 跟这个吴尔开西 做一个您的这个 我想我再利用点时间 现在因为听了刚刚秋仙的话 我是稍微再虚雕一下的 秋仙在新加坡 担任过大要使 那我们对于新加坡 李光耀先生在这边报道也很多 那么新加坡坦白讲 在国际间有他的尊严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新加坡对任何的这个 所谓的西方式的民主价值 什么东西也有相当的批判性 那么西方也对这个李光耀 相当尊重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李光耀先生在发言的时候 有三个政府跟对象很现实很务实的 不加以严格的去支持他 一个是北京政权 一个是马来西亚 还是一个印尼 无失于他本身在国际间的一个尊严 好 我想谢谢石教授 我开心 是我想今天我们至少有一个共识 我们三维的就是说 北京确实是在处处打压台湾 而且是在这个棋局之中 是处于对手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我想对手的这个领袖 这个或者说精神领袖 或者是幕后领袖 没有名义的领袖 要是死掉了 那对手的领袖死掉了 我们大可不必为之太为感动 甚至要派出我们非常尊重的孙子正 和这个顾先生去地方吊咽 这个恐怕是有点 这个损失丧失人格的一个做法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这里 跟我们谈了提供了一些方案 让我们在面对这个后凳时代 我们最终的还是希望了 这个台湾的老百姓 大家不用到这里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三位 明天再感谢时间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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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